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用百元以下化妆品完成的日常简约妆容 非常适合学生党和不想在彩妆这块投入太多金钱的人们 这是我的第一支视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请给我留言弹幕和点赞 如果大家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吧,第一副我们先把头发搭起来 我用的是这种压嘴夹,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买到的 然后我会用这个全眠时代的配鞋装子 然后我们先把头发搭起来 然后分一点化妆水 这样可以去除脸上多一点的液体 然后这方便很适合 最后就是防晒啦 我今天用到的是Innesbury 越来越来越多的这个防晒霜 然后它是Aspia 35P A两个夹 我就用一个稍微一点点 然后这个底妆的部分,我用到的是Sophina的这一款空门的防晒霜 我用料很少,大概就几点就适合 然后没有在两个钟 因为它是空门的嘛 然后有一定的均匀肤做的功能 粉底叶呢,今天那个十秒八迪的这一款水果的粉底叶 这一款是滑油皮的 还有一个红盖子的吧,是适合干皮的 然后用量是一分 我会,它虽然是适合混油肌的 但是并不是特别干的那种 它还是比较出味的 然后我会粉碎一滴这个太阳色的红尿酸 这样可以让底妆更补贴 因为我下巴脸颊这边 会比较浮粉 就一个棉棒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抹在脸上 接下来我会用到一个海原蛋 把它拍开 这个海原蛋是 我在淘宝的随便买的 结果还意外的比较好用的 这个形状是跟Beauty Blender一样 然后清水过天的 上妆也很服贴 很轻薄 我觉得它跟Beauty Blender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它比较不耐用 这段时间我们就需要更换 因为能感觉到它质量 就特别好 还有就是 我也是把重点上来 先送到嘴巴 然后上去的 直接用这样子 定妆我用到的是棉花糖的这一块粉饼 也是控油柔焦效果 它可以把我T恤的毛孔遮盖的比较好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 但这款干皮用的话 可能会很干 用的是自然色 先定眼下 和鼻子 它都知道 我用到的这款刷子是 奥黑管 这个是眼下定妆刷 定妆刷 不管未来简单先行再多 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 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 接下来就是眉毛的部分了 眉毛我今天用到的是 Kate和极细的眉髀 让出来非常吸的头 它不是坦道性 是圆柱性 然后会用它填补眉毛的后半部分 然后会用它填补眉毛的后半部分 它是一个大型的眉型 那它眉型就顺着自己的真的眉毛发了 然后眉毛的前半段 这里开始是留白的 因为我都用眉粉来填补 这种眉笔的话 不太好 我画银 用一个眉刷先把它刷拟 然后我们可以几个三色眉笔 我这个的色号是5号 它本来的这个头比较大的这个刷子 就刷子真的超好用 所以用它发眉 眉毛发的眉笔都很好 然后站去最深的这个颜色 填补在眉毛的前半段 然后我身边可以看到 这里下手一定要清 我之前其实都是用眉笔画整条眉毛 但是就被我妈跟我男朋友说 眉毛画的太死板 就很僵硬 然后他们说是眉头的问题 所以我就敢用眉粉 这样以后好很多 然后呢还是用这个眉粉 拿一把斜角的刷子 这刷子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我剩下的用到的刷子 都是我在淘宝上购入的 所以我就不介绍品牌了 斜角的刷子暂时 中间锁跟最前锁 然后把它在手背上混合均匀 画在鼻影里面 从鼻梁里面上 然后把大镜子 然后我会带到眼皮 对 然后我会带到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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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鼻子鼻梁比较低 然后鼻头有一点肉肉的部分正点 是用鼻头正眼皮 就是用一个防一下眼皮 这样视觉效果 就是用一个防一下眼皮 这样视觉效果 鼻头会小一点 然后一点点一下这一圈 下嘴唇下面 会让嘴唇很嘟嘟的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 连眼皮的部分 今天我用到的是美宝莲的十二色这一盘鼻梁 周围是叫裸色风暴吧 我重点用到的是中间的四个 然后打底色 我会用一把 非常比较 头表大的大号眼皮 比较松散的 去这边 去一个肉粉 下去它 然后 画在这边 这样让你后面的眼皮更前色 像被他捧在手心上面 而他总做事而不见 脑袋中却浮现 眼睛仅是他才微笑的画面 而他说 以后呢 我会用到一把 刚刚那把刷子的小号 叫我小眼的这种 暂取 上面的这个金色 这个是比较强的金色 这个是比较强的金色 然后画在双眼皮折内 我画 我画 点脸 稍微我看脸 好的 能看出来淡淡的金色吧 接下来应该我用到的是 铅笔上 这样子大头的 再一个取出 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生存性 刚刚这个吧 对 画在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 继续 眼角 这样会有开眼角的效果 让人眼睛就会深邃 眼角这个V字上下到发到 这样两个眼睛是不是 有变化吧 走 他知道 我想是他知道 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 刷揚完钱 你 不要暗示 但眼角不深一点 比较有层次 的 然后眼线的部分呢 我用到的是 花娜小姐的一线笔 所以这个 自动旋转抵 它加粉色的那个需要自己消的 我也有 但是我觉得自己消这是太麻辣了 然后这两款区别就是这个质率 会更暗定 因此,这个比较上色 但是消失看 这个他是后面有带那个 还是一个头可以帮你运达 然后还有一个消避系 把这个消避 就差点点转一下 画眼线眼线呢 我只会画眼尾的后三分之一的部分 然后呢我会用一把刷子 我会用它这个支带的海盆头 那我觉得比较好用 我会用一把平角的这种平的刷子 然后比较薄的这种把眼线稍微默 再下来是提亮的部分 我会用到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提亮的一个米白色 然后用到的是C型的刷子 好 站起它 放在眼角 和我船的部分 它不是很白的那种 所以上眼还蛮自然的 好啦 这样我们眼妆就完成啦 接下来就是面部修容的部分啦 原来是Tony Moody的这款 Tony Moody 这个Pony推荐的这个修容粉 我用到的是7号色 我会用一把斜角的修容刷 这把修容刷这个超好的 强别的 上去 然后上加 因为我的脸型的话就是 这个 这两个骨头 这两个骨头比较突出 然后会重点修 两边 这个修容粉粉质很细 然后衣服怎么会飞的 就像这把刷子 非常好看 然后再修一下 修容 稍微大也就搁顶骨下方 这样有修容 其实我觉得修容对于我来说 区别不是特别大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肤色比较深 还是因为我没有用对产品 但是这一款修容粉 还是装上蓝色的 我比较喜欢 可以给你的 另外的脸不那么平平的 刷牌 然后再稍微占取少量的修容粉 还是一样的手被抖定 站在额头这里 以前我身上是有刷 所以就不修额头 但是我后面发现 修额头 可能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 小一点 然后是撒红的部分 撒红我用到的是 只有单买的 这一款 色号是38号 KORAL SANDY BEACH 这个撒红色我是买买的 就看到了KORAL 然后我没有这样的撒红色 就想说买来试一试 这撒红超级的鲜色 所以我一般会在手背上 把它调好 然后刷是用到的是 这个是仿款 不是真的 是REAL TECHNIX的 这把修容刷 然后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 这样子的头 撒红是上在 全虎 这里 然后我之前看那个WING GO 就是告诉大叔 要打腮红的办法 他说不要打在 你瞳孔以下 就是瞳孔两 瞳孔以内是不要打的 打在两侧 然后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小一点 另一边是一样 这样子 然后躲下 这个腮红是带一个闪的 就如果在手上 的话不要明显 在上脸 其实 不要谎言要承诺 她和她的爱情绝不懒惰 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 就算有不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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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膏的部分 我用到的是 BIA的红拐 这个色号是04号色 这个口红我真的超喜欢 它是一个就是 网上说是豆沙色 但我觉得它更像 Dry Rose 就是干的玫瑰的那种颜色 我特别喜欢这个口红 然后它是哑光的 所以会有点干 嗯 事先做好全部的护理工作吧 全部给你们会用 手指 打开 好啦这就是今天用百元以下化妆品 完成的日常简约妆容 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嗯 我们下次再见 bye OMEBIA 我用到的是 BIA BIA ze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